有一天啊,Silvi就家裡突然不見了,就在家的貓 啊,看我那不是跟我家的狀況一樣嗎? 我的女兒啊,每天都去森林打水 啊...有一天她就說要去找Silvi 然後呢,過了一個月,Silvi還是沒回來,女兒也很難過 Silvi啊,是女兒在這村子唯一的朋友 幹,你們這個村子怎麼每個人都沒朋友啊 我們豬腳也沒朋友,你女兒也沒朋友 然後有一天,採水的女兒突然回來,突然沒回來了 但是那天的傍晚,Silvi卻回來了 欸,不能這樣也是怪貓,這樣也不能怪貓啊 啊,我覺得是Silvi把女兒給聲音起來了 我雖然不想這麼想 啊,我就覺得Silvi很討厭 啊,沒看到女兒也很受不了,所以 然後呢,啊,所以呢就把她放在給你們家了 把Silvi給你家 以前啊,欸 哇,帶阿涅特買買的時候 啊,不是來過嗎?抱歉啦,不知道輸出你的心情 啊哈哈,沒事啦,是要眼睜溫柔 沒事的,那你不知道的事情就別難過了 總之明天再來買東西啦,掰掰 啊,那孩子愛愛上了她 啊,大家都沒朋友,靠腰 Winky啊 欸安 阿開呢 嗯,恋愛的心 還有森林的樹 也就是說,那些果實是因為吸收了人們的恋愛之心嗎? 這樣子一切都明白了 啊 叔叔的,啊 的孩子去找Silvi 所以到了森林深處 遇上了那個看起來不舒服的男人,愛上了他 也就是說,啊 下一個營養員,啊 就是 他就收走了叔叔的女兒 也就是現在的樣子是 然後婆婆的兒子那個男人愛上了那個樹木的女人 然後,就是把他下一個帶了過去 所以說那些果實之所以吃了會幸福 是因為吸收了戀愛之心 我愛他人的事,所以我喜歡他嗎? 第九天 小櫻有朋友幹,可是小櫻有後宮啊,你碼的 欸我們有Mina 欸對了看哥哥在幹嘛 哥哥不在 那個女人 我愛上她的女人 我愛上她了 我愛上她的女人 在錄賭之前,先去吧 告訴她我的心情 在錄賭之前先去吧 告訴她我的心情 就算 這個森林把我的戀性吃掉也無所謂 我必須要為了拯救她而努力 我必須要為了拯救她而努力 在錄賭之前先去吧 我愛上她了 嗯? 欸!剛才束縛起來啦! 原來是霍爾的移動城堡! 欸? 這是什麼啊? 什麼都沒了? 我喜歡的你 你覺得嗎? 你覺得嗎? 所以你察覺了嗎? 你討厭了嗎? 還是感到厭煩呢? 喔!是搬走了!不是浮起來了! 靠腰! 但是還是說 君の口から 如果能從你的嘴說聽到分離的事也好 君の声が聞きたったよ! 我好想聽你的聲音! 呵 好きな本 好きなもの 村の人たちのこと 你喜歡的書 你喜歡的果子 還有村人的事情 你 もっ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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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したいことたくさんあだろに 還有好多次想跟你說 もっと 君のことで パンのたべたって 好想在你身邊吃麵包 在你的身邊讀著書 もっと 君のこと 在對你 知りたがた 再多知道一些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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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女的決定 應該是魔女自我犧牲了吧 魔女不願意把她再帶進去啊 應該是魔女自我犧牲吧 對啊她不願意傷害主角啊 看就這樣結束啦 有一點點小失望欸 有一點點小失望欸 我看一下做的光的血水 因為做的有點短欸 恩 結果魔女為了她犧牲了自己啊 就這樣啦 那之前的還比較好啊 那之前那個兩個人 那之前兩個人那個 明明她會動的還比較好 就魔女會說話 那個明明就這樣 那1滴5還比1滴4爛 1滴5還比較好 1滴5最起碼都還會動 可惡魔女有點可愛 這就是最後結局啦 就5個啦都跑完了 對啊 喔很多人都說啦 1滴5就是跟 背叛了他們的玉璽 啊 衝擊的1滴5 1滴4最後還比較好 欸還不錯啦 我覺得如果她 再稍微把結局再衍生一點 會更好 其實還不算太差啦 1滴4比較好 對 1滴4比較好 這是5的1滴5比較難 1滴4比較好 一定還可以叫姊姊來唱歌 1滴5就 就她自己犧牲 犧牲自己啦 對啊 對啊 這件局只是幫助了黃叔姐姐跟哥哥 那我自己來 只能 只能回家自己來 氣死我了 只好我只好去NNTR小黃叔姐姐了 對啊 其實還不錯啦 我覺得還算有趣的作品啦 只是 只是 只是因為 因為那個 就是她的評論就覺得好像 還蠻意外的 就是 所以我就覺得可能還不錯 對 其實 結局有一點 我就覺得有點靠肥兒 我就覺得好像被背叛了的感覺 對 這是還不錯啦 但是就是 離好作品還有一段小距離 但是還不算太差 對 還不算太差 還OK啦 對啊 沒有 就是 就是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喜歡上她 你就會 被 就是對於你們之前講的抓交替一樣 是沒有錯 然後抓交替之後 你的戀愛的心 會成為那個 果實的養分 才會結束這個紅果實 就是這樣子 對 那最後魔女為了不讓她被家交替 所以魔女決定犧牲了自己 這樣子 就發現魔女在翹腳吃東西 靠腰 魔女說其實我早就爬出來了 哭哭喔 對 那1D4 其實1D4的話 主角吃到也 吃到也 吃到也 會掛掉啦 對啊 因為這樣子的話就會 就會 還OK啦 就是還OK 不算太爛的作品 沒有Market 你要看我Market 這邊我給你們一個網 網站吧 這邊有一個 作者講到的一些東西 對 但是 就是作者的碎碎念啦 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作者的碎碎念 但是 基本上大概就這樣了 然後作者的官網第一句就說 欸 你該不會覺得我們的角色 是不是長得很像某個很有名的 雙胞胎的兩 黃色的兩個人 你是這麼想的嗎 呵呵呵 可是作者你也知道他們長得很像靜音 靜音包燒胎啊 對啊 這個理論上也不能是Google Ending 對啊 可能後來就沒果實了吧 對啊 這其實不錯啦 不錯的作品啦 那只是說 就是可能沒有那種很滿意而已 對 就OK啦 好啦 那基本上我們這片就到這樣啦 那接下來再開的話應該就週末了吧 對 現在這幾天應該是不會開的 好啦 那總之今天也謝謝各位的觀看啦 那 那麼各位就 晚安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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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完蛋 會不會 對 你 不然 不會 是 你 感谢观看